非常的簡單 那麼呢我們改了一個以後呢就交給各位 請把另外三條都把它做起來 來各位請看 我們說過呢 只要右邊的窗戈跑出來了 緊接的在左邊要改哪裡 就把它點一下 或點一下 只要點一下就好 啊同學注意 注意 當你點一下之後呢 順便檢查一下 除了自己有這個控制點跑出來之外 左邊的這一個有沒有跟著跑出來 聽懂嗎 如果像這樣子注意看 自己有跑出來控制點對不對 結果第三季的這個 欸有沒有跑出來 沒有 按你得要注意啊 喔 如果這種狀況的話呢 你就先到旁邊找個空白的地方 先進在這樣子 取消選取 再重新點它 一定要兩個都有才算喔 喔 所以等一下呢各位呢你要注意一下 喔 好 現在呢我們先來改一下小說 我把小說這條點一下 喔 兩個都有喔 點完一下以後呢 直接到右邊來改 進入內部的填色 外部的框線 內部的填滿顏色跟它的外框線 記得通通都是在油氣桶這邊進來 有沒有看到 油氣桶這邊填滿是填裡面的顏色 框線是外面的顏色 好 所以填滿這邊點下去呢 黑板跟你講我們要綠色 綠色 所以各位請選 十星填滿 選了十星填滿 再到底下去選顏色 那我剛剛講 第二條是漸層 漸層在哪裡 漸層填滿高快量 啊漸層填滿的話呢 你要哪一種漸層 可以在這邊做設定 所以阿蘿莉蘭的做設定呢 這邊有預設的 看看你想要哪一種 直接點它也可以 再來第三種呢 水滴材質 同學材質在哪裡呢 在這裡 圖片或材質填滿 材質在這邊呢 材質在往下 這邊看一下這裡 我看一下 好過來一點 這裡有個材質 材質 材質過來點下去 在這裡 啊水滴在哪邊呢 有沒有水滴啊 有啊 啊 有啊 這邊 這個就是水滴 啊 所以我把這三種都告訴各位哦 最後圖樣 圖樣的話呢 你先在底下 選一個你自己喜歡的 附加跟隔壁的一樣 先選一個你自己喜歡的 選完以後呢 背景色 前景色 這邊啊 我們呢 有你各位呢 自己決定 比如說我給他用 黃色的 然後呢 背景色的話呢 我用藍色的 出來就長這樣 啊 所以呢 這邊的前景背景色 有你自己決定 啊 OK哦 這四條啊 黑盤上寫這四個 我通通通都跟你講在哪裡設定哦 好 所以請各位呢 現在呢 我把時間交給你 請你把這四條顏色 請你都把它改一下 可以嗎 來 交給各位 小說的部分 小說的部分 用綠色的 漫畫的部分 用漸層 你自己找 看看要哪一種漸層 傳記的話呢 是水滴的材質哦 最後一個參考書 你用圖樣 制定哦 圖樣自己來 前景色 背景色 也自己決定 啊 OK 先請各位把它四個顏色 啊 這四個條 這四條資料 先把它改一下